随着空客的A321XLR客机交付给了西班牙的伊比利亚航空 人类的飞机大折腾工作目前告一段落 有人总结说,这次空前绝后的大折腾起源于15年前 2009年,空客说准备推出新型的A320neo系列 包括A319neo,A320neo和A321neo 新型的飞机将会更轻,更加的省油 更轻是因为大量的采用了复合材料 说白了就是把铝合金换成了塑料 更省油,一是因为飞机的机身变得更轻 二是发动机技术革新 旧式的发动机叶片太多,向前飞行时阻力太大 各家发动机厂商都说可以减少叶片,让发动机变得更省油 2014年,波音公司被迫接受了空客的挑战 将当时最流行的波音737NG系列 也就是737700,800和900升级为了737MAX系列 包括波音737MAX7,MAX8,MAX9和MAX10 卖点当然也是机身更轻,发动机更省油 经过十多年的折腾,空客与波音的这一愿望都得到了实现 A320 NIO系列和737MAX系列都获得了成功 现在,A320CEO与737NG均已经停产 空中飞行的A320 NIO和波音737MAX越来越多 新型的A321 NIO的数量在短短6年时间里达到了1500架 已经追平了旧款的A321CEO 折腾出来的新型飞机更加的省油 这一点也已经得到了众多航司的认可 由于新旧之间的运营成本差异太大 许多航空公司忙不爹地把旧款换成新款 导致采购市场一片红火 空客和波音现在分别积压了7000多架和5000多架的库存订单 足够生产个七八年 当然,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肯定是波音737MAX8两次坠毁 直到现在,许多人还不敢乘坐该型客机 空客配用的普惠公司的新型发动机也出现了严重的批示故障 很多机场都几十架地排在一起等待着更换发动机 还发生了数起客舱冒烟紧急降落的事件 但是总体来说 这次民航飞机的大折腾还是成功的 地球因为这次折腾而更加环保 机票因为这次折腾而更加便宜 只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同的地方体现有差别而已 实际上,在A320neo和737MAX的支持下 美国、日本、欧洲和东南亚的机票也都比以前更便宜了 在这次折腾期间 空客还推出了A350和A330neo 波音也推出了787 都让远程飞行变得更加容易 其中A350和787属于全新机型 研制工作开始得更早 但是A330neo属于是升级 它们也是在A330-200和A330-300上的继续折腾 从理论上来说 波音的折腾工作还没有结束 因为它的737MAX7和MAX10至今还没有取得证书 在波音777-312技术上折腾出来的777-8和777-9 也是困难重重 但整体来说 因为空客已经表演完毕 演出接近中场 这场大戏可以告一段落 那么问题来了 在接下来的15年里 空客和波音还会折腾些什么呢? 又能折腾出什么名堂呢? 朋友们,你们觉得呢?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